Hello,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欢子,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这期视频我们将要跟大家去讲几个有关海南旅居过冬的真相 包吃住的公寓,它不为大家所知的几个真相 我们给大家去讲一下 这期视频将要给大家去说七个大家所不知道的真相问题 尤其是第一个大家到海南旅居过冬找包吃住的公寓是不得不知道的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第七个欢子给大家录制的专栏视频 对于初次到海南旅居的更需用户绝对是物朝所值的 专栏视频看过的网友朋友们可以在专栏视频下方给大家分享 你所看的专栏视频的真实感受 第六个是低端的包吃住公寓价格 它是不包含大家所使用的水和电的费用 低端公寓一般上来讲价格是均价在一千多元的 第一个是属于低端的包吃住公寓 第五个春节期间旅居价格上涨两到三倍 有一些公寓称之为过节费 第四个真相是低端包吃住公寓不接待短住的 也就是说大家只住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的这种食堂不接待 第三个真相是多数的包吃住公寓只冬天营业 夏天关门也就是说旺季营业 淡季关门什么时候是旺季 每年的十月一号到第二年的四月三十号是旺季 每年的五月一号到九月三十号是淡季 第二个不为人知的真相是住的时间越长 包吃住的旅居公寓价格越优惠 时间越短价格越高 第一个不为人知的真相是 包吃住的公寓只住一个月 不存在每人每月一千多元的这种公寓 划算到每人每月一千多元的 单纯只住一两个月的这种食堂的 它的价格几乎等同于终端包吃住公寓 入住食堂在半年的这个价格 也就是说单纯的只住低端的包吃住公寓 住一个月的价格相当于是住半年中端 包吃住公寓价格这个水平 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跟大家去分享几个 大家所不熟知的细节方面的问题 我们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 我是关子 大家记得分享 点赞 评论 转发 和收藏这个视频 把 不为大家所知的这些真相 让更多的网友 亲戚 朋友 同事 同学 让他们知道 下期视频 我们再见 拜拜